大家好,我是杨雪 今天从阿里地区的谷歌王朝 往石泉河方向走 走的是另外一条路 这条路不是国道 应该是一条乡路 当然路况还不错 你来的时候要快一个小时 一会儿我跟大家说一下这条路怎么来走 我就看到 因为走了一两个小时了 没有什么村落 而且这边是没有信号的 连通移动电信都没有 然后到这以后就发现有这么一个 有人烟的地方 这不是重点 我发现这个山头上 有类似于昨天咱们在谷歌王朝看到的那种洞穴 在这儿的话咱们看一下 今天这些洞穴是干什么用的 看来这种洞穴在这边是广泛的一个存在 你看 这不叫村了 这个狙击点有这么一个石头 这么一个雕刻 咱们往里走 边走边看 这个牛粪 羊粪什么的 应该就是三五天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估计 应该是去放牧了 他们这儿去放牧 有时候是去几天的 住在一些临时的中转点 所以现在看着 没有声音 应该是没有人的 咱们往里边看 我重点看看 它这个后边这个洞穴 因为在谷歌王朝的时候 大多数的洞穴是用于僧人修行或者是居住的这么一个用途 在上一期视频中咱们讲过啊 所以看一下这边 这个山头有很多这种洞穴啊 那一处这儿这儿这儿都是啊 而且外边它有这些石头堆起来的一个墙 这边也是 咱们去看看 现在是干什么用的 这范围比较大 外边有一个小的院墙 这很明显啊 应该适用于这种 也是牲畜 生活的一个地方 已经不会有人在这里居住了 这还有一个 哎呀这真是没有人啊 你说这挺渗疼的 照一下 一样 里边都是草 草垛 啊 现在咱们搞明白了 在 那是七八百年前 可能这些洞穴呢 是人居住 现在 基本上都让给动物了 但是这边的洞穴跟谷歌王朝那边比 确实差着档次了啊 那边有时候会连通着 好几个房间在一起 并且单个的一个房间呢会比较大 有壁厨 有柜子 之类的 这边呢就很简单的 你看还有这种 生产工具 就是 只是没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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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都哪去了呢 一起去放牧去了 看 空间是很大的 看 这里边还有一个洞中洞 咱们去看看那有个民房 其实我看这个民房主要想判断这是一个中转点还是他们一个长久的一个居住点 现在我初步判断应该是一个中转点啊 你看 这里边有些桌椅板凳很简单的陈设啊 这不符合一个藏族民房的一个特点 所以我判断应该就是一个中转点 之前在珠峰定日县的那时候呢 有一个朋友 两个人啊 邀请我去跟他们去放羊去 他们放羊呢 一般是好几天 而且会碰到狼 基本上晚上都会住到一些中转点 我说那碰到狼得多危险 他说别担心 狼都是针对羊的 他们有很多的方法来对付 我说有机会吧 那次确实时间还是 时间还是比较赶啊 这一次时间 以后我也留了联谊方式了 咱们一起去放放羊 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 这可是一家的财物之一啊 不是砖 不是石头 这是牛粪 干的牛粪 不少年前啊 其实牛粪也是衡量一家 富有程度的一个标准了 这家牛粪多呢 这门牛多 牛粪呢 其实在这边 因为没有树木的 它是生火呀 烤一些东西呀 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了 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行了 咱们也继续走了 往十全河方向 出发 没有信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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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地方也很大 石泉河是阿里、嘎尔县政府的驻地 关上门 备用飞机 昨天拍谷歌王朝的时候就是用它来拍的 因为常用那个飞机前天的时候炸机了 你说来一趟看谷歌王朝遗址 损失得多大 在嘎尔县的时候邮寄出去了 只能发普通的邮照 十多天才能到啊 因为我买了卡尔服务又找到了残骸 所以这一次损失应该不大 能换一个新的机器 咱们把地图补齐了 绿色西藏自治区 上一次咱们画到佩谷错了 到了佩谷错了 继续往那边发 走走走 萨嘎县 大家还记得吗 然后沿着这个新藏县 继续 219县 继续走 这是马鹏庸厕 咦 这个笔不好用了呀 到的马鹏庸厕 看的钢人波旗 然后继续往北走 往新疆方向走 这儿 扎大县 等于是 你看这个地图都没有这条国道 我先走国道 到的扎大县 然后今天呢 咱们走的这条路 回来的 然后继续往北走 到的现在的 西藏阿里的 这个行政的一个中心位置啊 石川河 这么整体的一个线路 还是看这个吧 这个地图会更清楚一些啊 你看 这个地图就有 在这个位置 走国道 到的扎大县 在这儿 看的谷歌王朝 然后呢 沿着这条路 回来的 往上走 到现在的位置 是这样子吧 谢谢 德克市 想这个炸鸡 想好久好久了 上一次咱们去一个稍微大行点的城市 还是在日喀泽 应该是 可乐 一杯 胡堂的 说真的啊 在西藏 哥们我真是肚子受苦了 眼睛倒是非常非常享受啊 因为那种葬餐我是 着实吃不习惯 自己做的呀 也只能做高压锅的焖饭 然后外边那个川菜馆啊 包括一些其他的菜馆 因为高原吧 做出来的东西还是确实差些意思 哎呀 可算赶上有点好吃的了 一个汉堡 我还买了一桶炸鸡 这一顿肯定吃不了啊 我留着 留着之后 犒劳自己用 你看 这是什么辣椒面吧 对辣椒面 小菲儿 小菲儿 小菲儿我觉得还不错啊 老友好吃的 他比我强 他比我强 哎呀说 我好像忘了跟大家说这个渣达县的住车地了 渣达县的住车地呢 我是在电子商务服务中心 那个停车场里边 就是县政府的鞋对面 找了好几个地儿 那个地儿是最好的 大家去的时候也可以考虑那个地儿 旁边还有一个 活动一个广场 晚上的时候 好多的藏东朋友在里边跳舞 你在旁边跟着跳啊 或者是看着都特别特别享受 而且那座县城呢 给我有一点奇幻的感觉 很少有县城会给我这种感觉啊 挺有意思的一个县城 旁边还挨着谷歌王朝遗址 所以虽然路途艰险 还是值得去一下 吃完这些 我还有两个西瓜了 在切巴拉西瓜 今天得庆祝一下 庆祝到达一个阿里地区的正乎陆地了 对不对 嘿嘿 访音乐 韩口号 杨雪有意识感情 体面的晚餐 开吃完 在那里的家里 下词 开启